汪廷你好 你好 你先把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我叫汪廷轩 我是台北第一家 环洋素质河流桌工作室的负责人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话 就是把这个就在做艺术品的创作 对那为什么用河流桌来做一个新创 因为来讲的话这个在台湾非常的少 而且其实我们在国外 常看到人家在做河流桌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它进入门槛 其实是非常的高 并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容易 对那怎么样结合长照议题来参战 为什么会跟长照议题来做结合 因为我们希望能把很多年长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记忆 我想要用无声的记忆 来把他的很多的收藏的 也许是人事物也好 也许是他收藏的 有意义的作品也好 那我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 那我的宗旨是说 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实用 又含艺术性 又含设计的也许是桌子 也许是挂画 也许是盒子 我们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 所以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结合 通常都是零散的这个纪念品 对不对 是的 你可能你有很多 你想要收藏的东西 或者你年轻收藏的一些 很有意义的东西 你可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小的配件 或是小的物品 塞在那个可能是阁楼 或是在抽屉的某一个角落而已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 变成一个小编桌 或是变成一个茶盘 让你每天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艺术形式 它有什么样的技术门槛吗 其实这个技术门槛 算是还蛮高的 好 那因为它就是在 第一个是你要对于设计要有美感 好 除了美感之外 然后你要对于数值的物理特性 化学特性 必须要充分的了解 半化其实您做出来的东西 是很容易失败的 其实这个也就是 我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产业 就是大家有事想 其实台湾几乎没有这个产业 在做 我大部分都看到国外的艺术家 透过YouTube在分享 他做这些艺术品的 是的 这个过程 但是好像台湾还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 其实他们的那个技术门槛 他们在做的技术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简单 我是应该算是 全世界第一个 我结合中国水墨画的作品 我希望我们 能够把这些作品 结合大自然 结合瀑布 结合海洋 结合星空 应该算是一个独创的技术 就加入很多大自然的元素就对了 不是单纯只有这个还原素质加纪念品 没错 所以这样创业四年顺利吗 很辛苦 还在努力当中 那一般在前期的沟通比较辛苦吧 因为他可能拿一堆他的这个旧物 对 那其实来讲的话我这边客制化的东西比较少 大部分是创作 对 因为创作来讲其实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比较自由啦 对 而且我觉得用创作的形式来看的话 其实他可以更多你的想法和更多你的创作理念 帮我们介绍上面这三件好了 那这一个的话其实是当初我最早的作品 其实那是因为2019年那时候COVID-19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人要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以后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去大自然 不要说外出了 去大自然根本是不可能 所以我才有这个构想说 你看我把这些作品把它做成一个大自然 变成一个瀑布 第一个你可以疗愈 第二个又是补卫心灵 把大自然搬进家里面 是的 所以它就是个瀑布这样子 所以说我用一个立体 我用做成一个立体的瀑布的感觉 其实你不管远看近看 你不但当装饰品 你在近看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个疗愈 我们这个材质看到是木头 所以它也可以用真的食材吗 可以 树子倒下去 它都会成型就对 是的 那这个作品的话 你们在表面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立体的海洋的 一个海岸的鸟看图 但是其实我们看的时候 它是像一个中国人 叫做座衣的感觉 这边是有两个 一个抱拳 一个座衣的感觉 这个主要的概念是从这样子来的 很有意象 不是只有单纯这个俯拍而已 那其实这个代表是什么 其实代表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 我们就是追求和平 崇尚礼仪 那至于这个作品是 我在高雄巨蛋 那个时候去看到它那边的夕阳 我觉得很棒 所以说我把它 做下来它的那种星空的感觉 那刚好结合木头 这个木头又 我把它意象成一个云 对 这个作品主要是这样子来的 而且它时钟是真的可以运转的 真的可以运转 真的可以运转 所以它还有实用性就对了 对 那我希望 其实我的创作理念是 说我能做一个实用的作品 就是它不但结合艺术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融入生活的 这个意念更高 就是可以存艺术欣赏 也可以艺术结合这个实用性就对了 变生活用品 就是我的创作理念 我是做一个艺术品 它刚刚好又可以当作一个 刚刚好是一个书桌 刚刚好是个挂画 刚刚好是一个托盘 那而不是一般人说 我为了要做一个托盘 做一个桌子 但是它又要当一个艺术品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理念 面相不同 好 谢谢汪先生 谢谢 谢谢